目前 北京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已全部清零 7月14日 疾控专家吴尊友对中心社记者表示 北京应该不会再出现新发地相关病例 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预计也将很快调整 很没有新的来源 就像我上次跟他讲的 要饿死他 撑死他 病毒他要不当地感染人 他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蔓延 疫情才可以存活 这个你一把他掐断以后 他不让他那个不给他吃了 他不就饿死了吗 没有高风险了 那么中风险降到一定的这个比例以下了 他响应的级别他也可能会调 所以响应级别的话呢 应该也会快了 估计在一周到十天 反正四天以内 估计调的可能性比较大 吴尊友也强调 新冠病毒防控工作要成为常态 零星的输入性病例仍有可能出现 对此不必过于恐慌 出现零星的病例的引入 包括呢 在引入病例 可能出现的 局部的小范围的这个传播 那呢 应该说呢 不要这个过于的呢 大惊小怪 好像这个又来了 随着我们 航线那个逐渐放开 输入病例的数量还会这个增加 但是呢 它不会呢 造成大的这个 对社会秩序 对人们的生活 对人们的这个工作 有大的影响 那么那可以明确的说呢 那个应该说呢 不会出现武汉那样严重的情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再出现像北京新发地 再出现像东北引起的 局部扩散的这种可能性的话呢 也是很小的 吴尊友指出 佩戴口罩 注意守卫生 多通风等卫生习惯 不仅能够预防新冠病毒 也能够预防其他呼吸道疾病 因此即使疫情过去 民众仍应做好常态化防护 你在那些公共场所 这个和一些陌生人 你不知道陌生人的 他的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的行动轨迹 你不清楚 对吧 你也不知道呢 他有没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风险 所以呢 这个在密闭的环境 通风不好的地方 在戴口罩 那么这还是呢 很重要的 加强这个守卫生啊 这个保持社交距离 这些措施的话呢 还是要坚持 对于北京居民购买生鲜食品 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吴尊友认为 通过生鲜食品 传播新冠病毒 风险很小 我个人觉得的话呢 这个因为你现在的超市啊 销售的物品 主要是以这个 国内生产的为主 那么进口的呢 你进行的检验了 对吧 那检验在销售的呢 你应该说呢 就没有什么 风险呢 嗯嗯 但守卫生呢 这个强调呢 也是不过分 那也是很好的 那个保护措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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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